老花一美日一打回答一下测宝们的养发问题 第一个话说你好 买了有十天了的杜鹃 刚开的花苞也是腻的 花瓣上有黄斑 怎么办呢 这个花友应该是经常喷水 才会有花瓣上有黄斑 您虽然说大概的了解了杜鹃的一个 就需要空气湿度高一点 怎么理解呢 就是像他们南方的那种小姑娘 水灵水灵的那小皮肤 一来到北方或者一到了楼房干燥的气候呢 它就开始皮肤干燥 你也知道喷点水之类的 但是你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所以说整个的空气湿度 尽量的要维持在50以上 你要是太低了的话 它就开始脱水 有的时候花瓣也打不开 好吗 所以说空气湿度不够的话 养护杜鹃就稍微有点难 你可以考虑的去养点那种蜡皮杜鹃 开的花也挺漂亮的 像这种小桃红什么的 就差这么点意思了 好吗 好下个车包 老花你看我这山巫龟是不是死了 应该还没死透呢 你是怎么个养法呢 咱现在也整不明白 上面看是没办法判断 你只能到我手里 我给你盘一盘 盘的不盘的不知道 你如果说从外表看的话 应该是还有一线生机 这根系都干巴了 你这也没说怎么养的 判断不了啊 好吧 有点难为在下 陈切做不到的呢 老花一尿啊 收到一份绣球 土里有点奇怪的植物叶片 这东西有 哦这个没事 这个没事 宝贝 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种 就是类似于苔藓一样的一个东西 具体是什么 我就不知道叫什么品种了 好吧 这个没事 跟苔藓一样 就是在敲光的时候会有这样 我们那边前面棚里边 它都这样 有很多 要么就苔藓 要么就这种东西 这个没事啊 不影响 你要是嫌难看了 你就扒拉掉进去 不是 下个手宝说 老花一我把月季杆杆插土里了 长了一点点细根能活吗 好家伙来 你这 你你得天天往外拔 你那让他长根吗 活了你不难受吗 你试试呗 你千杂本来 就是玩玩玩 拔出来看拔出来看 那么跟我刚开始养花一样 哎 你可以一个月左右 作为一个周期 一个月作为一个周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植物的一个月 相当于人的一天 所以说 哎 好吧 老花一 你帮我看看 这个尊鱼秋海的啊 嗯 叶子边上鹤斑了 是真顶杆的 那么还得冻上的 这是有点晒的 有点小过头 宝贝 这个问题不大 没事啊 你老叶子 老叶子出现这种呢 多半都是因为根部啊 包括自己的一个代谢啊 老了吗 跟人一样 岁数大的脸上长斑是吧 岁数再大点的长老年斑 不都以一个道理吗 问题不大 日常的时候呢 如果你像咱们家里边养的花比较多 你可以弄点肉 多菌瘾啊 或者是这个先趴的这个小粉药这种 杀菌剂这种 一个月左右 或者说两三个月左右来一次 是吧 预防预防 就跟人一样嘛 是我喝点板栏根之类的 抗抗病毒 自治感冒之类的 加个臭包 我的球兰夜边下水 这为啥呀 你这养的真是磕成死了 你臭包 还怎么都养成这样了 你这咋养的 你这明显这个球兰养的不过关吧 球兰呢 不喜欢强光的暴晒 就是说他喜欢那种半洋的一个环境 他喜欢散射光 柔和光 你可以把它当成绣球一样去养护 但是你把它当月季一样就不行了 而且呢 球兰相对来说呢 他比较耐旱 他是多姜植物 对吧 你搞那么多水干什么 你等他每回略干一点的时候再浇 略干一点的 他这个球兰爱长根 根长满了爱开花 循环的来啊 你的又暴晒 又又又积水 哦根那肯定不行哈 下个臭包 没了 下个臭包的问题 在评论区里面发一句 好了 有其他人问题 视频想要留言吧 我老花一 两花最专一 拜拜